聖誕節快到了 此時的你想到誰了呢? 我想到了一個逐漸被大家遺忘的名字 范島愛 就在2008年的平安夜 范島愛的鄰居聞到從她家中 傳來陣陣的惡愁 隨即前往關心 按了數次門鈴卻沒有回音 等到進入范島愛的住處 發現她閉著眼睛 皺著眉 似乎很痛苦的表情 試著呼喚她的名字 已經沒有任何反應 那時的她年僅36歲 對於六年級生而言 不知道這位日本國寶級女王 陪伴她們度過多少寂寞的夜晚 說到范島愛 大多數人對她的印象就是愛情動作片 她在十幾歲的時候 就因為拍攝愛情實戰動作片 迅速竄紅 日後更是成為日本愛情實戰動作片的殿堂級人物 范島愛從小性格就極其內向 她的父親崇尚嚴格教育 據范島愛自己回憶 她從來不敢在飯桌上久留 因為父親總是會趁著吃飯的時間教育她 那時候的她只有一個想法 我要趕緊逃離這個家 等不及長大的范島愛 在十三歲那年與男友私奔了 一心被愛情幻影迷惑的她 覺得生活似乎可以這樣無拘無束地過下去 相對父親的嚴格管教 這時的范島愛如脫江的野馬 每天與男友的生活重複著三件事 吃飯、睡覺、打洞洞 她對這樣的醉生夢死著迷了 但是美夢總有清醒的時候 不久就發現男友有吸食藥物的習慣 最後也因為非法持有藥物而入獄服刑 失去男友的范島愛 完全沒有為生的能力 只好投靠男朋友的好友 她樂觀地認為天無絕人之路 至少暫時不用流落街頭 但她萬萬想不到的是 在入住的第一個晚上 男友的好友就強迫給她吃爆米花了 身心俱疲的她 第二天便倉皇地逃了出來 為了生活下去 沒有一跡之長的她 只好咬牙下海到酒店上班 在酒店上班期間 范島愛又愛上了另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比范島愛大四歲 是一名男公關 做的就是那種逃女孩子開心的工作 顯然范島愛的愛情太天真了 她之所以對范島愛大獻殷勤 是有目的的 她打算利用范島愛的身體賺錢 再幫自己贖身 那時被愛情沖昏頭的范島愛 竟然答應了男友的要求 出賣了自己的青春 來贏得男友的歡心 之後發現被欺騙感情的范島愛 陷入了絕望 曾經兩次想要從這世上離開 萬念聚會的她 獨自來到了紐約 一個陌生的城市 她開始放逐自我 獨自流浪 但經歷了這些事的小女孩 似乎沒有成長 沒有考量到經濟 不久就捉襟見肘 而且還欠下了巨額的債務 這時她的損友勸說她拍攝 愛情實戰動作片 看著自己全身上下 似乎只有自己的身體 還能夠賺錢 從此展開了她的拍片生涯 入旁之初 范島愛的內心十分煎熬 好幾次幾乎臨陣脫逃 不過一想到還有一屁股在 還沒有還清 她告訴自己 一定要硬著頭皮上陣 受盡委屈的范島愛 回到日本後 想從家人得到一點安慰 但得到的只是父親嚴厲的苛責 父親用力的拍打著桌子 質問她 你那麼喜歡叉叉嗎 你就那麼喜歡叉叉嗎 還清債務的范島愛 拿著僅存的一點良心 想要洗手不幹了 但家人的不理解 再次將她推入深淵之中 她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 所幸就留在這個產業發展了 成為日本愛情實戰動作片女王後 范島愛逐漸轉型 她當上了知名成人節目主持人 但在愛情裡 永遠學不會的她 又被包養的男友欺騙了感情 更不幸的是 男友不告而別後 她才赫然發現 已懷有身孕 無奈只好忍痛 結束她肚子裡的小生命 跌入深淵的她 不是重新振作 而是開始不當服用藥物 再次走出傷痛的范島愛 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自媒體小說 柏拉圖是差愛 於日本暢銷百萬本 並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 這時的她在日本綜藝節目中 也擔任固定班底 在2003年 范島愛在節目中宣稱 自己已經冷凍保存了自己的卵子 在經歷過四段愛情的失憶後 遍體鱗傷的她 已經不再渴望愛情 只是希望能有一個自己的孩子 但不幸的是 在2007年 范島愛健康情況突然直下 背部刺痛 腎功能失調 和膀胱發炎等問題 隨即宣布退出娛樂圈 我想這多少 與她年輕時從事的工作有關 那時就有傳聞 范島愛罹患疾病 退出演藝圈後的范島愛 經濟陷入結局 在2008年時 她曾在王志透露 自己只剩下十來萬日圓 當時有人爆料 她被前經理人騙去 八千萬的血汗錢 此時的范島愛 孤身一人在自己的公寓 不知道她當時經歷了什麼 在她生前的最後一通電話 是曾經扮演小丸子爺爺 友葬的袁東樹接到的 當年她和范島愛 私交感情甚獨 她回憶范島愛 在電話中問她 你好嗎 要不要一起吃飯 袁東樹當時因為有事在忙 而委婉拒絕 下次有時間再說 沒想到再也沒有下次了 她回憶 范島愛當時的聲音已相當虛弱 隱約透露著她身體不適 那時如果有約她出來見面 有什麼煩惱也可以說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袁東樹沒有再說下去了 這個女人的一生一直在追逐自己的愛情 為了愛情她可以拋棄家人 她可以出賣自己的躯體 甚至連命都不要了 她愛得如此絕絕 如此毫無保留 但也一次次的被傷害 這個陪伴著無數男人 度過寂寞夜晚的女人 在最孤獨的平安夜 卻沒有一個人在她身邊 也許就如她書中所寫的一段話 我明明已經努力過了 為什麼始終無法得到認同 我是放輕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人物 范島愛 雖然今天的女主角 在有生之年 遭到許多人的藐視 但今天我卻是以莊重的態度 來介紹她 幫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吧 你的鼓勵 將讓我有更多的動力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沒有我 先別忘了 聽話 看看 這個動力 真的 更多地 他們說 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